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真是我的好孙女啊 雅梅真是个天才 爸 您给我看看 你看 雅梅的创意都比你们公司那帮笨蛋强多了 爸 这是古兰给您买的酒 这是我送您的电动剃须刀 又来了 肯定是我姐夫公司卖剩下的样品 拿来糊弄事儿 是又怎么样 有本事你也拉样品来 爸 我送你礼物 牛皮的名榜 您稍纳 好 好 不不 这包也是我们公司发的 我用不着 您留着用 爸 我知道我老惹您生气 这回呢 我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 希望能给您一个惊喜 好好好 您赶紧拆开看看吧 这是什么呀 喝水的杯子 喝水的杯子 不错 都给我过来 我给你一个礼物 小伯爷 外公最喜欢您给我的生日礼物 您放心 长大了您好 您好 我帮帮您 真是我们好 孙女 行 你还要做好呢 小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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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他说 我跟妳說點事兒 我知道 爸他看不上我 不是 我只是想看到妳 妳和蕾蕾妳們兩個人 我和蕾蕾啊 嗯 妳想蕾蕾就夠了 也沒必要 費用那張紙吧 可是 可是妳就是覺得我不規範是吧 姐 我倒是覺得妳挺規範的 每天就是家 要房 要房家 妳覺得這種生活有意思嗎 可是 也不能不吃飯 就去看張輝妹吧 飯啊 這輩子什麼時候吃都行 這張輝妹呢 有可能只來這一回 再說了 人生活中 就是有很多寄信的節目 偶爾放縱一下自己 也是挺愉快的 姐 妳倒是平安部就班的 我問妳 妳多久沒去聽約會了 多久 沒去看畫展了 看芭蕾舞 是不是連電影院都不常去了 辛苦了 我想妳 我 lined up 你我經歷 有開過的 對不起 姐 我以前都不想 我々為的是世界 妳真的是世界 走走走走走 走了 又看上了 又股票 整天就是股票 就不喜欢你这台炒股 炒什么股 你看那炒股都什么人 什么什么卖馒头的 收电费的 还有你那金瓶 整个人一个小市民 你整天跟他瞎窜我什么 你以前那点清高都哪去了 你看你现在 烹头够面了 再这样我修了你 你试试 如果是为了钱我还能理解 咱们家不缺钱 我知道你是不为钱 那为什么 我从小生活环境就很单纯 感情生活也是 周围就那么几个人 除了你 雷雷还有爸爸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人是怎么生活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这个社会发展成什么样 很长时间我都觉得 好像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 其实 我就是想知道 就这么简单 爸 你有什么事啊 吵死了 吵死了 我的心脏病都快犯了 这就像旧社会 那个药饭的叫接嘛 这是现在这流行的黑头 你认识啊 对 你 你叫鼓勒一下 来来 他叫你 爸 我跟你说 我抗议 说实话 我也不爱音乐 但是没办法 这客户要求 我们这加班 做好色情 您多理解 又要要 这个 对 这是什么呀 额塞啊 那合着我要看着你们演运 我是不是还得戴眼罩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吧 是吧 有人 我也不想戴眼罩 你得戴眼罩 到时候 你得戴眼罩 我不问我 我没有戴眼罩 不知道 好像是小班叫的 那个你看 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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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戴眼罩 你戴眼罩了 哦 对对对 啊 得好 谢谢啊 我可以 我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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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做了几个菜 你们不吃 这不是浪费吗 爸 我就缠这个了 就算生理需要吧 那个爸 下午一定 见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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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啊 男人爱权力 胜过爱女人 权力有时候跟女人一样可爱 是吗 官场就是一个舞台啊 只有在上面表演过的人才知道她的魅力 行啊 无愧为老组织部长的儿子嘛 你调查过我的档案呢 他走了 走 走 我们走 走 走 快点 陈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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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您忙着 再见啊 再见 我先走啊 好好好 这陈总啊 特别阴柔 可会逗我姑妈开心的 走 你去吧 我等 怕什么呀 她是天时地利 你这人和呀 你爸总还有点面子吧 再说了 还有我呢 你当我吃白饭的呀 走 走 跟我来 快点 这个同居啊 我本来就不同意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接口邻居看了也不太好 这些咱先不说咋 关键 是太平日子过不下去 小藩 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 挣一个 花三个 前几天看那个什么叫 张什么妹的 一下子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没钱交魂费了 你猜怎么着 您别着急 来来来 坐下说 他们还真有办法 拿他们公司发的大米来预付 你说 这 我会有什么事啊 你也别生气了 你也别生气了 回头我好好跟小藩说说 来 把这个苹果吃了吧 我看你跟他们谈哪 是一回事 你还是赶快在外边找房子 让他们搬出去 您现在跟他们一起住 有个伴儿不是挺好的吗 哎 这是古雷家吗 你们是 我们是网上购物中心的 这是古雷先生定的 跑过去 哦 哦 那请进吧 呃你们 你们你们先放在这个客厅 慢点啊 就搁这儿吧 你看 一共是一千三百六十五 乃云付一下账 小总 报纸 哎 昨天晚上您见到吴主任了吗 见到了 感觉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不就说点客气话吗 想不到 我也沦落到这一步了 小总 您这心里边 可千万别感觉到 有什么不平衡啊 其实您这完全都是为了我们大伙 您想想 要是您上不上去的话 等到三个公司合并之后 咱们公司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 要被遣散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 这次去尽量在会上 多了解些情况 业务方面 我丝毫不怀疑你的能力 你放心吧 我都知道了 去也可以放松两天 只不过这个季节 甚至有点热 嗯 哎 小蕾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来看看你不行啊 好啊 明天我正好出差 是吗 嗯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 好啊 那我收拾一下啊 这女孩是谁啊 是我女儿 你女儿 嗯 是个孤儿 有领养的 像你干的事 不过你别说她还挺漂亮的 长得跟你还有点像呢 嗯 嗯 灰康药野集团 你认识他们公司的人啊 对一个朋友 你瞧我忘了 你也是医药界人士 算是啊 不过啊 我可不像你那么专业 我只是靠这个挣钱而已 来喝水 谢谢 这个朋友是个做事的人 现在在研究一种新药 马上就要投产了 我知道 是暗夜伞 不过啊 他们已经停产了 什么意思 他们公司现在全力生产一种新的产品 叫儿童生长素 不过据我所知 由于消毒程序不过关 药品啊全部都被污染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不过你别去跟别人说去啊 同行是冤家 我可不愿意遭别人恨 这太可怕了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污染 专业术语 我倒记不太清了 反正是服用了这个药啊 会得一种脑病 对了 叫克雅氏 克雅氏 东站 东站啊 天上名字的单位 好 谢谢啊 小姐 我想麻烦问一下 咱们这里还有多远啊 不远 出门拐弯就到了 谢谢啊 叶芳姐 刚到是吧 走 住下来吧 走走走走 海边玩玩去 下来吧 下来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然真巧 我来不是我来 一会公司停了我的安夜伞 算是普堂吧 我就说在这个名单里 没看见一个名字 我是来推销儿童生长素的 生长素 他们的儿童生长素 已经无染了 这海边的空气真好啊 你说要是能生活在这儿该多好啊 就是 我觉得我的毛孔都张开了 发重了 我来知道 你身上素的 你身上素 还不断 还不断 你们要是要打磨 想靠它打出一个生物工程的品牌来 跟进口的洋药争夺市场 这么有把握呢 你可别忘了啊 我为了生长素的事 可请住了很大的心血 可是万一 都答应了 说我们生长素一上市 你第一个下订单买我们了 我那苦肉计不能白眼吧 好了好了好了 别鼓了别鼓了 赶紧请客了吧 上次创意就是你拿的 这次又是你 我聪明一个吧 上次你都可以请我们呢 你要嫁了我天天请你 你呀高哥 这次又不少拿点金了 请我一顿嘛 瞧你那样 拉着大成脸 热情不能高点啊 我的表情还需要身体专利啊 不笑也不行 不热情也不行 非要一张虚伪的脸你才高兴啊 虚伪怎么了 那虚伪是文明标志之一 傻瓜 我念选个不文明 行了我不给你抬杠了啊 人家中标啊 这也是好事 大家都是公司啊对不对 又是公司的生意 肉烂在锅里 客户也太傻嘛 怎么会看着那个叙述东升的创意呢 我们的遗血还血反而会落选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奇怪啊 往往入选的啊 都是有咱们不屑一顾的创意 很多这种什么小公司小厂家 你跟他没法聊 我才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品位 去迎合他们呢 得行 姐 一天够辛苦的 嗯 哎 要我帮你卖吧啊 好 大姐 你要几个啊 两个吧 两个 好 谢谢 他要两个 两个啊 最近挺忙的吧 挺好的 行 以后啊 我天天来帮你卖馒头 好啊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帮我来两个 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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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跟那个卖馒头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要你管 你说你帮他买股票 其实啊 你就想跟他多接触吧 我原来以为你多单纯啊 单不单纯的 也跟你没关系 我 这 他有什么好 哎 他不就没户口吗 对了 我也没户口 我 我 我没嫌疑你没户口啊 哼 上次 上次在这大门口 保安就找了一个打工妹 问问你有什么意见 你就说人家没户口 我在那儿拿报纸 我都听见了 跟这些白痴文盲打交道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带你回来了 你要拿到广告 你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这是难免的 可能是我跟风趣优雅的人接触太多了 我简直无法接触那些朋友 哎 谢谢啊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什么叫优雅公爵 你以为人家真的欣赏你啊 那是对你背后的电影唱 客气三分 现在啊 全力也倒了 就说什么 你对你不喜欢的人啊 把他们比成是 洗粉 地坦 什么香皂 这等等吧 你的目的呢 是取得生平广告权 简单说吧 就是想尽办法 从腰包里逃出 money 这最重要的 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力了 这事我不给你抬杠啊 我在广告界这么多年 最大的收获就是什么呢 懂得怎么接触 所有事物表面的 温情默默的面纱 吃饭了啊 哎 吃饭 我才认识 吃点 吃点 哎哎哎哎 想饭呢 您甭管他了 不是 爸 嗯 就 就吃这些东西啊 不是 有些菜吃不了就扔了吧 这老师剩菜谁受不了啊 剩菜什么了 又没坏 年轻轻的 要学会勤俭提价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们俩这天跑得跟马拉松似的 哎 你们交了多少钱啊 想吃晚上全席啊 我要跟你说清楚啊 以后啊 你们再不许拿大米和油 来代替好吃菜 他不吃啊 没法都饿不死 小凡 你太不像话了 以后绝对不能这样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爸忙我半天做顿饭 您闹好也不出地趟 多没面子 他能不生气吗 哦 那我 我 那我出去一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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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儿 不散波罗吧 哎呀 我现在是半饥饿状态 散什么步 说实话呀 我也没吃饱 可咱从来不做饭 有刺客挑吗 哎 我们这月火车费都干嘛了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还说呢 是谁哭着喊着非要看什么俄罗斯 巴黎舞团那个什么天鹅湖 我都没辙 最后拿单位发那花生油 给我爸当火车费 我容秘吗我 哎呀 难怪你爸有意见呢 我容秘 我容秘 莱莱 我们什么时候 不会钱发愁啊 爸 这会儿有一个好片子 小农婷小军丽 西条 哦 我不爱看西条 你们想看什么 这种台湾烂情片 看多了会成痴呆的 行了 别跟我闹 知道你是看不成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公司打电话 叫我们回去开会 现在是休息时间 他有什么权利 让我们说回去开会就开会 公司现在业务有少 又没什么大客户 辛苦一点很正常 再说 这是给你创造一个 多学习的机会 哎呀 就是就是 你们赶快走吧 赶快去吧 啊 走 哎呀 这种创业会我是开构了 什么构思想法啊 我觉得都是臭大份 还不如我在家 看农兴巧克力呢 我跟你说啊 你既然选择了广告这行 你就想方设法 把他干好 对吧 你说你说你玩什么任性 你耍什么艺术家的脾气 这是你的志愿 又不是我的 我是来找你的 又没想卖给支联 小贵 你是不是非得亲手 把我们的爱情毁了 你才甘心啊 我需要两件事 行行行行 你随便吧 没有把握的事情 好 没有把握的人 爸 我真的是业务学习 关键 不过 业务学习 本天 租 我的天 你怎么会 给你把握的帅子 我弄成你 我是月红 那个阿姨不在 让叔叔听听话行吗 爸 我卫东 你说 古莱出差了 对 再过两天才回来呢 是不是古莱那小的 就让您生气了 算了 算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可能老了 不会和年轻人相处 别生气啊 老爷子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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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时候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我们到药监所去做一下检验 你带样品了吗 我 没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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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两年开发研制的新产品 就是中程药喉咳散 主要针对现在都市里面发生的各种污染 而造成的无名肿痛和四氧等症状 长期苦用效果应该会更好 灰症状态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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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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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儿童生长速早已是先生多人 怎么这么传托出去呀 对不起 我们资料准备的不够充足 这次还是先向大家学习 过了这村啊 可就没那个店了 在这儿做宣传啊 不收广告费 你看人家健身公司 刚立项 就开始做宣传了 如果我不介绍公司的新产品 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来了 你说这也算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吧 公司产品暂时不宣传 这是对公司的负责 我都奇了怪了 这么大的事 我这个总经理助理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过 这谁先知道的重要吗 重要的是 是不是事情真的发生了 我觉得我不能等到会议结束 也提前赶回去 你最好回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来啊 我追不到你对望 像 我追不到你对望 我想 全 HYuuuuu 你怎么回来了 本当 你这忙活什么呢 你先坐啊 不是开会要开五天吗 怎么先回来了 对啊 我提前回来 就是想问问你儿童生长素的事 你赶紧跟我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啊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胡丹丽 你以为我离开你 我就调查不出事实的真相了 你干嘛去啊 其实真实情况你是知道的 就是那样 儿童生长素的资金量要求非常大 而且它的消毒程序非常复杂 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 不能等 就算停掉了你的安夜伞 资金缺口还是补不上 最后董事会只好决定 从检消毒程序 可是没想到整批药都受到了污染 既然被污染了就应该报废啊 你说的容易 一千两百万呢 也就是说病人不会马上发病 公司就敢把被污染了的生长素推向市场 胡丹丽 但是你是不是有的 我认为你是制检员 你的职业道德呢 可是我的职业道德 左右不了董事会的决定 但是你没有试图阻止他们 我觉得这批药通不过药检 药检局已经开了绿灯 怎么 你觉得很奇怪吗 一点也不 建立忘义这个词 不是字典上才有的 你对这件事的无动于衷 我觉得很奇怪 我对这件事的无动于衷